今天發燒話題來看到 有網友在臉書上PO出了一張 真發願出家的紅髮仲 不但開出了六項條件 月薪還給出五萬元 不少人看了就開玩笑的說 看來該頓入空門了 原來貼出真人啟示的是 台南一間佛教經社住持 他表示出家比一般的工作還要辛苦 雖然有上百人打來詢問 但目前還沒有找到有緣人 新武旁物唱頌經文現在不只餐飲缺工 就連出家人也缺工 台南這間佛教經社貼出真人啟示 報紙一角征詢發願出家紅髮仲 仔細看條件不簡單 不但要會唱善音還要沒有不良嗜好 願意受教整齊清潔 要合群也要勤勞 六項符合月薪給出五萬 真人啟示被潑網網友看了笑說 事實後頓入空門還開玩笑說 月薪五萬但要自行畫圓 不過到底為什麼要PO真人啟示 原來住持想讓打算修行的人有個機會 想修行沒有質量 所以我就用這個方式 讓大家想要修行的人 或者想要出家紅怨的人 出來紅髮 張貼出來上百人打來詢問 不過還沒遇到真的願意出家修行 光要學這些其實也不那麼容易 做這些事情其實對我來講 應該是很輕鬆 但是對沒有學過來講 可能非常困難 每天早晚課會使用法器 這都算基本功而已 出家沒那麼容易 假如真的有心當佛弟子 深入金藏 善音唱入人心 月收十萬都有可能 不過出家非兒戲 不是人人做得來 除了想清楚 更頂有否緣 記者黃富奇台南才能報導 非常好